好那么另外教育部也宣布了全国的各级学校以及公司立幼儿园 从5月19号开始停课到5月28号为止 那么大专以及高中以下的学校改采线上的教学 那么华联县学府也在傍晚的时候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处理方式 因应国内疫情升温 教育部宣布全国学校自5月19日至5月28日停止到校上课 厚联县府教育处除了启动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之外 也针对弱势家庭学童提出保障营养午餐等协助 第一个就是在同步的教学 由老师直接透过网络同事现场的教学 学生可以用家里的载机电脑评板 还有手机来从事学习的活动 若是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另外就是有异录的影片挂在教育部的学习网 还有花莲县的亲师生的平台网络 然后利用其他的时间 学生可以下载来学习 这样的一个线上学习的机制 这是有关这个机家学习自主学习的一个措施 目前呢我中小是这样子来实施 那在同时呢幼儿园也都停职 那在家里 如果家里里面呢没有这个家长呢可以照顾这些小孩的话呢 他也可以回来学校那学校一样会复起教学 还有看护和公餐的这个机制 这个部分呢学校也会复起 因为学校虽然停课 老师还是没有停班 还是要复起这样子一个机制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儿童课 课照中心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安静班 还有母习班呢 所有的学生呢都不可以前往 都不可以到这个地方 都要在家里 不要说因为学校停课 然后就跑到安静班 安静班来照顾 这个部分也是不允许的 饶处长进一步指出 落学生在实用数位学习上有困难 5月29日回到学校后 各校也会启动补助教学机制 帮助学生补足进度 绝对不会耽误学生的学习 记者讲方言 华林氏报导